87. 信報財經新聞,成本考慮之上客機營飛戰區 2015年7月18日 EJ Global CCA-20MH-17空難過了一年,航空安全有否改善? 航空熱在空難發生後數週,不斷強調改善有關問題 但專家指出,實際改變不大,仍有不少航班飛越戰區 飛安專家大義Jeff Dell表示,MH-17空難的確令各國航空當局努力提供戰區等存有潛在風險地區的資訊 航空公司亦爭極對風險規避意識,盡量避免航機飛越戰區 但此意識很快被飛行成本的考慮所消磨 他稱,若航空公司認為衝突不危及客機,便會用航班繼續飛越有關戰區 奧航Kentus一名機師指出,航企是否飛越戰區,主要考慮日常運作成本 荷蘭傳媒日前發現,發航、河航集團仍有客機經過馬里 南蘇丹及西內半島等危險區域 但該航企否認,此外,雖然國際民航組織IKO改善了危險空域的資訊提供 但資訊有否價值,視乎各國是否願意分享情報 EJ Global時事成本考慮資訊客機仍非戰區 PL System采訓客机它替西俄